前几天独居爷爷说要搬出大山 今天他就搬家了 哇呀 过来 搬家 嘿嘿 好嘞好 那你 老你的头有搬家吗 这些老物件能用的 能搬走的 全部搬出去 今天是独居爷爷的儿子 还有儿媳妇 过来拉 他们也是在外面农村生活 所以这些东西拿出去还是可以用的 只要吃东西 嗯 我 然后召唤 对 这样子怎么样 那是吧 那是什么 嗯 很高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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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嗯嗯 上来 这一边 你又来来 你还怪这头 大家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这就是 我可以 哦 这出来了 哦 没了有的 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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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哦 有个动作 出的 好 没了 这个 花了两个小时 只收到了两条小鱼 爷爷说叫我拿点酥笋回家 反正在大厂里面也没有人吃 现在东西基本账已经搬完 这一次来 主要也是要买独居爷爷的鸡 要搬手了 所以独居爷爷要把这些鸡全部卖掉 大大小小一起 应该有五六十四 天还没黑 这些鸡还没有回家 所以我们是能等到天黑 这些鸡还没有回家 对 哪里啊 每天 我喝光了